嗨,各位晚安,我是宝可梦 今天又来到我们股票专题的第三支影片 那前两天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我们的影片了吧 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宝赚钱公司到底是怎么经营的 那这个一个公司引申出来的这个股票呢 到底怎么做交易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整个所谓的故事跟逻辑了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聊这个所谓的费用的部分 我相信如果你想要赚钱 不管你是要当冲或者是要做长期投资的 你一定都需要了解这一块 这就是所谓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费用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事不宜此赶快进来我们的主题 买卖股票须知 那在本系列的影片里面呢 你可以学到的是股票的费用 那介绍的部分的话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 就是先去看前两支影片 第一支跟第二支的影片呢 都有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介绍这样子 那今天来的话呢 就是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 也是大家最关注的 来第一个 你在做股票买卖的时候 到底会有哪些费用产生呢 难道你可以做免费的交易吗 当然不可能啦 所以呢 不论是在这个股票市场或者是ETF 或者是基金的买卖 其实你都是要支付一定的 所谓的手续费的部分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那接下来跟大家聊 其实你最主要会有两个交易的成本 第一个的话就是手续费 那这个费率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费用 就0.1425% 或者是千分之1.425% 在买进跟卖出的时候 都会收取一笔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不同的券商 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折扣 这部分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状态 交易的状态而定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稍后会聊到 第二个交易的成本 是这边写到的交易税 交易税的话就像是政府 你只要在股票卖出的时候 它就会根据你卖出的金额 然后来收取0.3%的费用 这个费用不能减免 这是政府一定会收取的部分 就叫证券交易税 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所以你如果是越频繁的去做 所谓的股票的交易跟买卖 那么你会被收取的手续费跟交易税 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就是 稍会一个新法提醒大家说 你的获利不要低于这个数字 低于这个数字的部分 都是做白宫这样子 然后你钱都被那个政府 然后还有就是券商赚走了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是在卖出的时候才会收取 然后它是没有办法做折扣的 对好来 那么事实上呢 你的交易成本最主要就是说 你买进的总金额乘以手续费率 这手续费率当然可以包括券商的折扣 如果你有去谈到的话 那卖出的金额的话呢 就是乘以手续费率再加上这个证交税率的部分 这个也是一样 你能够降低你自己的费用成本 就是在于手续费率这一块 这也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那我想说大家这样子看看 一定也是不太知道说 哎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一个做法就是直接举例 好不好 我们的保赚钱公司又要出来 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如果你要在证券交易市场里面买卖 那费用到底要怎么做计算 我就直接举例算一次给你看 然后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好来 我们的刚刚讲到保赚钱公司 我们的一张保赚钱公司的股票是50块钱 好像有点高 那一张股票就是1000 一张票就是1000股 所以就是如果你一次要在这个证券市场上买一张保赚钱公司 那你就要花5万块 就是50乘以1000就是5万 那么你最后是用一股60 卖出去 这个涨蛮多的 涨了好几% 那你的费用总计是多少呢 我们用这个问题呢 直接来跟大家做解释 第一个的话就是你的买进手续费 买进手续费刚刚有讲过 每股的单价乘以股数再乘以0.1425 0.1425 这边的话是以它的所谓的无折扣的方式下去算 那当然如果你有拿到券商给你的折扣 那你的费用会再更低一点 那我们先用一个这个除略数字来算给大家看 那这样算了一下 就是50乘以1000再加上0.1425 就是71.25块钱 所以你买了一张股票 你大概要付一个便当的价钱 一个便当的价格 所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当宝可梦的这个公司 保赚钱公司往上增 就是股市飙涨到60块钱 你要把它卖掉了 那你要付出多少钱出去呢 我们来往下看 这边呢 卖出手续费也跟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先计算卖出手续费 每股的单价乘以股数再乘以0.1425 所以这样算出来的数字就是 60乘以1000再乘以0.1425 百分比 等于是85.5元 所以呢这个买进跟卖出的总金额合计起来就是71.25加85.5 大概是156.75块钱 大概就是你一个中餐跟一个晚餐的价格 就是一个70块跟85块便当一样 所以你只要一买一卖之间 你要支付的这个所谓的给券商的这个手续费就是这么多钱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笔费用叫做证券交易税 证券交易税的话就是你 他买进就不收了 是卖出的时候的0.3%会收取 所以60乘以1000乘以0.3% 价格就是180 所以呢你刚刚的这个数字是156.75 再加上180 就是你这一次买进跟卖出所要支付出去的成本 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就是336.75元 所以你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有一点难以去计算 就是每次这个数字这样算都好麻烦 那我在这边提供大家一个0.6%的新法 让你可以很快速的去计算出你自己所要支付的成本是多少 然后当你买进这支股票的话 他必须要往上涨多少 你才不会吃亏 这就是所谓的0.6%的法则 这个法则怎么来的呢 很简单就是你的买进来回手续费 再加上证券交易税0.1425乘以2 再加上0.3% 算出来的数字是0.585 大概是接近是0.6% 也就是千分之六的意思 所以他的算法很简单 因为我们一张股票是1000股 一张等于1000股 所以你这个数字就可以用 比如说50这个数字来计算的话 就是50乘以6就是300 所以300这个数字 跟我们自己的成本的336 其实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只要将你的股价 再乘以6这个数字 大约就是你的交易成本 所以如果你要买一张200块的股票的话 那你的交易成本就是200乘以6 就是1200左右 大概1250 1230 对所以1200到1300 我刚刚讲错了 1200到1300左右的这个 range 是你自己需要支付的成本 所以你买了这张股票 你一定要确定它至少要涨0.6%以上 不然的话你的这个 你的交易手续费就干脆都交给政府 跟这个券商 然后你根本就没赚钱 就是做白宫 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的这个 0.6%法则你一定要把持好 因为这是很简单去计算 你自己的成本的部分 当你买一张股票的话 你至少要有这个 你自己内心里有一个数字 说有个底 你至少比如说 刚刚讲到的这50块钱的话 你至少要300块 300多块左右的成本 会支付出去 所以你一定要让它涨到 高于这个数字 你才不会亏 这个是要提供给大家参考的 那也一样 有一个数字 就是说当你越频繁的做交易 事实上你的报酬率是越低的 因为你每次的买跟卖 就会被收0.6% 那你如果做了两次的买跟卖 就是0.6%被收两次 也就是1.2% 所以在你的总报酬率 比如说只有6%之下 你一直不断的做买进卖出 买进卖出 那么你就会一直被收 0.6%还是0.6%还是0.6%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到底谁最开心 当然是券商跟政府 因为他们可以一直 源源不绝的收到 你的这一大块的 Golden Cake 你的总资产的 0.2% 0.3% 就一点一点一点的 这样消下来 这跟我们讲的基金的 投资也是一样 到底谁赚最大 当然就是基金业者 所以他们都是从你的很大的魔术里面 去收取一点点 每一个人都很多 每一个人都收一点点 加起来他们 就是会有很多的进账 所以这就是业界不跟你讲的秘密 就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在买卖股票的时候 会不会有手续费折扣 手续费折扣应该要怎么谈 你怎样才能够压低你自己的成本 那当然这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是今天在这边提出来跟大家讨论 那其实说真的 营业员的命脉 其实就是他的交易手续费 那最近刚好有认识一些营业员 然后宝可梦有跟他们聊聊 就发现说 其实他们的收费很简单 就是说他们的底薪 一个银行的 或者是证券商的证券交易员 他有一个底薪可能就是一点点 但是呢 他的收费是来自于 这所谓的commission 也就是佣金 所以如果你是他的交易大户 那么你当冲 或者是你的交易额越高的话 那么其实乘以0.1425%的几折 这中间的折扣呢 其实就是他赚的钱 对不对 那如果你交易越频繁 那就代表说 他可以收到的这些收入 就越来越多 所以一个证券营业员 他自己能够拿到多少的费用 其实完全取决于 他名下的客户 所做的频繁的交易额 或交易量 只要交易量越来越大的话 其实他能够赚的这个 所谓的佣金费用比例就越高 所以基本上好像是在一个 2到3亿元左右的这个数字 如果他名下的客户 频繁的交易 每个月的交易量 有超过这个数字以上 那事实上 他可能就可以平步清明的 拿到很多很多的销售奖金 那当然各家银行 各家的证据业子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认识 了解 问一下这些朋友 在这些相关产业从事的这些朋友 你就可以稍微知道一下说 他们的佣金比例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因为 要有达到业绩的需求 而不断的push你去做频繁的交易 因为你交易越多 他能够赚的钱就越高了 所以就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地方直接跟你揭露了 就是营业员希望你多做交易 多赚钱 因为你有可能可以赚钱 你有可能赔钱 但是他一定是铁赚钱的 好吗 一般而言的话 就是预设 因为以前早期的证券 就是下单的话 你可能要去耗子 就是去那边现场看 然后甚至是打电话进去 做所谓的下单 然后有一些证券营业 会帮你做操作 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是网路化了 所以不见得 你需要就是一定要打电话 人工去帮你做下单的东西 你只要在网路上APP或是网页上面直接进行下单就好了 所以他们把这些人事成本省下来的部分就直接回馈给你了 所以就像我们这边PowerPoint讲到的就是 一般而言大概都是五到六折 预设都是大概是六折 像富邦证券可能预设就是六折 所以你的量大 交易量大的意思指的是 你每个月有1500万到5000万左右的交易量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准备的是100万左右的 这所谓的你的资金 然后要每天做当冲好了 那你想想看 你一天的话 刚是一天进场 一天出场不就200万吗 那你如果30天下去做的话 你可能没有到30 20天好了 就4000万了 好不好 所以你这样算一算的话 其实你有没有可能是来到一个中等的交易量 或者是比较高频的交易的部分 那你的确是有可能为他们带来这所谓的 好几千万的这所谓的交易量 那你当然有资格可以去跟他要更低的手续费 那当然你要这样做的话 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操作操盘看盘 因为所谓每日当中就是转波段 那转波段很累的一件事情是 你必须要全神贯注的去看股票 然后他有涨有跌 你都要马上做随时的应对 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好累的一件事情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超短线交易 然后就是要赚那个瞬间波段的话 那你当然你就要特别去注意是 你自己的这个交易手续费能省者省 能低则低 那你就拿你之前的交易的这些月结单 然后来跟你新的券商来谈 他也许就可以给你更低的折扣 所以这个所谓的折扣都是用弹出来的 你在网络上申办的话 申请开户的话基本上预设都是五到六折而已 没有比较好 是这样子的 那你可能会问说 宝可梦有推荐哪些使用过的券商吗 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如果要挑选券商的话 我建议你要先去试着使用看看他们的交易系统 或者是他提供你的那些即时交易的这些界面 是不是你觉得所喜欢的 所以我第一个会推荐你就是说 他如果是国内最大的一些券商 那我相信他的设备 或者是系统稳定度或者是券的来源 他应该都会是比较充足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让你在系统上使用 是比较顺手的状况 那你就可以考虑我这边讲到的 这边有三间嘛 可能最大的前三名吧 就是元大证券 日盛证券或是凯基证券 这些都是你可以去考虑的 那因为他们也是市场上最大 所以他们就不会做人捐活动 因为反正客户就是自己会来嘛 所以源源不绝的金钱的情况之下 他不需要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这边是没有任何的合作奖金 所以你有需要功能信号 就自己去线上搜寻关键字开户就可以了 不需要跟团 因为这个我也不会有什么利润 那第二个推荐的当然就是我们 就是有开户优惠的券商啦 那像永丰金跟我们卡板帮 跟我们宝可梦就是关系非常的好 那我们这边也都每次都会提供一些 不错的活动给大家参考 包括就是永丰金证券的这个大户头 之前有写文章分享的时候 也有举办活动 那现在的话就是推这个风存股嘛 那风存股的这个部分 也有举办了两次的活动 让大家来进行开户并且下单 然后尝试领奖品的部分 这都是我自己额外在花钱下去做活动的 那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个人觉得说 我现在很常用的就是大户头跟风存股 因为它真的是线上那个APP交易的界面 或者是网路上下单的界面 我觉得非常的简单跟无脑 那风存股就是直接定期定额就按一按 然后就时间到处就扣钱了 这对我来说是很无脑的定期定额买零股 买股票的这个很棒的一个交易系统 那其实有很多的证券商也都有在提供类似的服务 比如说像国泰证券也有 所以你们有兴趣都可以去网路上 自己去稍微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那第二个刚刚讲到的这个富邦证券的部分 它是有开户送一些礼券 像是小七商品卡的部分 所以你完成任务的话 你可以拿到官方送你的200到400 依任务而定 那包括这边也可以拿到200 那我的200就是会最后会举办大活动 就是抽一些比较高的奖品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有本身想要就是开户解任务的人 那我也建议你就是可以从我今天这边分享的 好几个不同的证券商 然后包括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留言栏的部分 这个讯息栏的部分 我都有把这个所谓的开户连结放上去 有兴趣你就自己参考 如果没有介绍到的 你就是上网自己Google去进行开户的动作就好了 那开证券户的部分的话呢 再有一点跟大家聊聊 就是它跟银行开户不一样 所以你有这边 比如说你要凯基证券的开户 你不见得要去凯基银行开户 因为它其实证券户是可以连结到 他们有合作的所有的银行的账户 所以不见得一定要该银行的特殊的这个账户 来进行做连结 那当然如果有连结的话 就代表他们有活动 有一些优惠 比如说像凯基银行的证券户的交割户呢 它本身就有30次的跨行提款转账的优惠 每个月 那你就可以拿来参加日升webitm的活动 然后来进行这个所谓的 转账顺便累积点数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凯基证券 跟这个凯基证券交割户的 这个户头的优惠的部分 也很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请你就是上这个Google上面 去搜寻相关的资讯 自己去找就有了 这个就不用再特别来问我了 因为这就是网络上都有的资讯 那像大户的部分的话 它就是你的活除 因为一般的证券交割户的利息都非常低 都0.3% 0.2%或0.1% 很低 所以你钱放在那边基本上有利息 但是呢 永丰大户改变了这个整个局势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永丰大户的数位账户的话 你自己本身拿来再加开立大户头 然后来进行这个证券投资的部分 你的放在活储里面的资金都像有1.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把这个整个产品系统结合起来非常棒的一个 一个不错的商品也推荐给大家这样子 好 那第三个国泰因为没有特别研究 所以就不会特别讲 好 那最后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要挑选的是折扣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券商 我也有几个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早期在买0050 然后用零股就是盘后做这个戳合的部分 我使用的是新丰证券 那新丰证券现在已经被诟病了 叫做奔雅 那这奔雅证券的话呢 它现在叫新丰分公司 所以我还是有这个户头 所以但是这个户头的缺点就是说 你要账户真的有钱 然后你才能够进行下单 所以你在这个下单的当下 它其实是会去确认你自己账上到底没有钱 不然的话 其实一般的股票的交易 他应该是T加2日会进行扣款 所以今天进行交易 然后明天嘛 然后后天的话 早上他就会把钱扣走了 所以你的证券交易员 他有一个责任就是 怕你违约交割 所以他一定要去确认你的账上是否有钱 所以这也是证券交易员存在的目的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所以有这个奔雅证券 新光证券跟亚东证券 都是在三折以内的折扣 一般而言的话大概都是六折左右 但是如果你要手续费率最低的 那你可能可以考虑这些不同的券商 但这些券商他们提供的系统到底好不有用力 就得自己去试过才知道了 那西光证券现在好像也有一些MGN活动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我的文章然后写讯给我 我们也是可以让你来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基本上呢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最后再来就是重新整理一下 我们这一系列三支影片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股票的交易有0.5多 大概接近0.6的交易成本 所以他不是免费做交易的哦 所以你在交易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这一点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券商的选择 你可以以他的规模大小 优惠跟折扣来进行做考虑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因而而异 那你也可以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 你也不见得要跟团 重点是你自己用的顺比较重要 那第三的话 如果你要有很低很低很低的手续费 请你拿你过往的券商交易记录 来跟他们谈offer 那这些证券交易员 他也许很愿意为你争取更低的手续费率 只要你是大户好不好 所以股票的使用跟介绍跟费用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这系列的三支影片加起来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内容 就完整的跟你讲了 这就是我们存钱投资傲益的四部曲里面的第三部曲 也就是这个股票部分 所以也希望让大家就是能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简单的了解 因为为了要做这个 做这个影片 我真的花好多时间了 就是好累哦 也希望对你们真的有帮助 喜欢的话呢 欢迎你就是赶快订阅宝可梦的频道 并且把小铃铛打开 我们每天晚上10点都有最新的理财金 在等着你哦 赶快按赞留言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